话说在朝鲜那边有一群人 因生活条件恶劣 每年都有数亿万计的人 貌似偷渡到韩国 这群人被称之为脱北者 东哲也是一个脱北者 他已经偷渡到韩国两年了 以代价为生 最近他被一个叫小崔的记者给盯上 对方想拍一部 反映脱北者的纪录片 来引发社会的关注 但却屡次被东哲拒之门外 这天夜里 东哲来找老板打算不干代价了 老板嫖会长也是一个脱北者 因为东哲很像他留在朝鲜的儿子 所以对他非常的照顾 想要挽留 可是东哲已经下定决心要辞职了 他在南韩卧薪长的两年 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找到杀害自己妻女的凶手 朴会长见他铁了心要走 就给他寻找凶手的线索 一个名叫李光祖的人的地址 出门之后 东哲还有点不舍 突然他感到了不对劲 抬头一看 所有的摄像头都断电了 一定是有问题 此时 朴会长的房间有杀手偷偷地潜入 他迷晕了会长 摘下了对方的眼镜 然后又将一针毒药打入了会长的脚底 就在此时 东哲赶到了 两人见面直接以命相搏 东哲出手干净利落 轻松搞定了凶手 管家夫妇也闻声而来 只见朴会长抢成了一口气 八银金盒交给了东哲 叮嘱他 一定要将他买掉 说完便领了盒饭 暗处监视的负责人 见杀手行动失败 很是不满 刚好管家夫妇见到这一幕也报警了 负责人立刻派出手下 假扮警察前去收拾残局 吉人一进门便掏出了手枪 逼迫东哲消出眼镜 东哲一看这几个警察 咋拿的枪都装进了消音器 一定有古怪 果不切然 对方开枪了 好在东哲早有准备 他趁愣纵身一跃破窗而出 几个人连开竖枪也未能将其留下 等东哲走后 负责人枪杀了管家夫妇 朴会长的尸体也惨遭补枪 负责人名叫老金 是韩国对北的情报头子 他通过录像认出了东哲的身份 便将朴会长和管家的死 栽赃给东哲 隔天 老金带着警方封锁了现场 在现场提取到了东哲的指纹 朴会长集团的二把手也来到了现场 他接到了东哲的电话 东哲还未说话 二把手却一直问他在哪里 一个对讲机的声音突然响起 东哲立刻挂断了电话 掀开窗帘一看 见陌生男子行迹可疑 片刻后 两人就持枪闯入 好在东哲早已逃走 见自己行踪暴露 外面都是监视者 东哲趁机钻进小崔的车里 让其快点驶离 小崔和助手暗喜 以为对方答应采访了 三人刚行驶到市区 便看到新闻 正在播报表会长的死讯 张二转头询问东哲时 对方早已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老金和警方的高层决定 将东哲认定为朝鲜的间谍 是杀害朴会长的重大嫌疑人 老金深知东哲的厉害 他调来了 遣返间谍部队的头头 士兴 负责此次抓捕行动 二人来到情报局总部 士兴见到了自己的副官 据副官的介绍 东哲出生于朝鲜龙岗部队 龙岗是平壤西部的一个小城 在那里有个魔鬼的训练影基地 只有精英中的精英 才有资格在那里受训 十几名魔鬼教官 每次只训练一人死亡率极高 而东哲正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刚说到这 前线警员就传回消息 原来在东哲家中的墙壁上 贴满了人名和号码 其中 李光祖的姓名格外许目 士兴下令调查此人 就在此时 报案中心却接到了东哲打来的电话 士兴开口就是好久不见 东哲听到这个声音 便知道了对面是谁 当年 士兴成了俘虏 东哲本可以杀了士兴 却看到他钱包里女儿的照片 就饶了他一命 士兴虽然侥幸不死 但东哲却是成为了他一生的污点 东哲直言 杀害朴会长的另有其人 那个杀手的目标 是朴会长的眼镜 他让士兴给他一点时间 做完那件事 自己就可以去死了 士兴一听这话 警告他不许死 要死也要死在自己手里 此刻的老金 也得知东哲要找的人是李光祖 李光祖和东哲 曾在一个特种部队服役 两人本来是好兄弟 但东哲轻易的死 却和李光祖有关 李光祖逃北后 变成了老金的特种组织里的一员 他收到了老金的电话后 回到家中拿枪 却发现东哲 已经坐在了他的房间内 东哲问他 他的妻子死前 有没有什么遗言 李光祖拿起笔 黄黄地在手心里 写下了一行字 让东哲看 东哲正要上前 突然一抹寒光闪现 他飞身变多 狙击手开枪连射 李光祖趁机逃走了 东哲看到桌上 有李光祖的手机 他动神以略 拿掉手机 追了出去 此时 大批的警察赶到 东哲借着商场里 人潮涌动的优势 频频化解危机 这时 手里李光祖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了电话 一眼不发 却在转角处 和正在打电话的狙击手 撞了个正招 两人四目相对 刹那间 同时出手 狙击手锁住了东哲的头 抽出毒针 准备扎进其体内 东哲哪能让他如愿 机会一个翻手 把毒针 刺进狙击手的脖子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东哲早已经消失 世勋意识到 东哲可能是冤枉的 怒气冲冲地找到老金 质问他 朴会长的眼镜 是什么东西 老金以国家机密为由 拒绝回答 得不到答案的世勋 决定自己亲自去查 世勋先是找到了 朴会长事件的法医 法医说话遮遮掩掩 显然是被人下了风口令 世勋提醒法医 这案子关系重大 谁会成为替罪羊 可想而知 随后不再多言 留下自己的名片 便转身离开 副官在小崔的资料里 找到了一份 关于东哲的隐秘情报 原来 东哲在09年行动之后 又回到了国内 可是当时 朝鲜政治政权交替 展开了一系列的送亲活动 东哲还未能见到妻女 就被以判过罪名逮捕 严刑逼供 就在处决之时 他看到了妻女 逃到中国的新闻 这让原本心灰意冷的东哲 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眼看着就要被吊死 他突然潜力爆发 生生地扭转手臂关节 杀出重围 可是天不遂人愿 东哲在逃跑之前 上面就已经派出了两名特工 去处决逃北分子 其中一人 就是李光祖 在教堂里 神父将一群脱背者聚集在一起 加以照顾 李光祖看到了东哲的屈女也在此 顿时心里犹豫 但是另一名特工心狠手辣 进门便开枪扫射 这件事之后 李光祖因为内疚脱背了 等到东哲赶到教堂的时候 只看到了妻子的尸体 看到这里 士心才知道 东哲来韩国是为了报仇 另外 小翠曾经报道了 情报局内部的贪腐问题 而透露资料给小翠的人 就是神父 老金为了报复神父 便将他的行踪告诉了北边 这也导致了神父和诸多脱背者被杀 其中也包括了东哲的妻子 现在看来 小翠也是一直在暗中调查老金 他之所以纠缠东哲不放 也是想让他成为证人 了解这一切后 士轩心中有了判断 而此时的东哲 已经不单单的 是要报仇杀了李光祖了 因为他在李光祖那里得知 自己的女儿没死 他现在需要找到李光祖 然后找到女儿 于是再次给士轩打电话 只要士轩替他找到李光祖 他便会把朴会长的眼睛交出来 然后东哲又给小翠打了电话 说有个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他 随后警察发现小翠的车在移动 猜测他和东哲应该有联系 当局指挥警察进行抓捕 东哲已经和小翠成功会合 眼看两人就要甩掉警察了 一辆黑车突然冲出 把他们当场撞停 开车的人正是士轩 东哲掉着车头就开车逃离 士轩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是东哲还是起高一招的给逃跑了 晚上 东哲和小翠来到了一个废旧的楼房里 两人准备揭开朴会长眼镜中的秘密 小翠手持录像记录 东哲在镜片上丢入药水将其溶解 一张微缩的胶边显露出来 上面记录着一串复杂的化学公式 东哲将它装进了火柴盒 交给了小翠 随后面对镜头 说出了朴会长死亡的真相 做完这一切 东哲面色苍白 小翠这才发现 他背后中了一枪 急忙来找医疗器械 帮东哲取出了子弹 另一边 士轩也遇到了麻烦 对于被情报局局长 将几张照片扔在了他的面前 他们的情报局显示 朴会长在国外秘密建立了研究所 用自己的财力研制出了 新型的化学武器 想要在访问平壤时 送给北边当礼物 他眼镜里藏着的 正是化学武器的公式 现在士轩多次围剿东哲 却全部失手 局长决定撤掉他的职务 士轩很不甘心 他先是找到了给朴会长 做尸检的法医 法医与他秘密见面 坦白了真实的尸检信息 朴会长中枪之前 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墙上的指纹是东哲的 但子弹却不是 显然 放进子弹里的人 才是真正的凶手 士轩想到了老金 这边 巡逻警察发现了小崔的车 老金得到消息的时候 立刻让手下安排杀手前往 眼看小崔就要死在枪下 东哲飞身将李光祖突倒 连而又一番劈死交手 最终还是东哲起高一筹 将李光祖杀死 临死前 李光祖告诉东哲 当年他的妻子 是被另一个特工所杀 他虽然杀了那个特工 但还是没能救下东哲的妻子 他把东哲的女儿 带到了韩国 但是却被老金 卖给了人贩子 他自知对不起东哲 但是为了活命 也别无选择 听到这些 东哲心如刀绞 但外面已经被警察给包围了 东哲拿起枪 闪身离开 他前脚刚走 士轩就赶到了楼内 得知胶片被抢后 士轩便和小崔带着公事副本 找到了专家鉴定 副官打了电话 他查到了老金的通话记录和资料 发现大有问题 一年前 老金就与朴会长联系密切 老金想要得到朴会长的研究成果 把他卖给中东的军火商 但是朴会长却把文件给藏了起来 于是老金为了得到化学公事 决定杀人夺宝 只是没想到被东哲打乱了计划 这边 士轩和小崔来到了研究所 专家们开始着手解析化学公事 同一时间 老金也拿到了脚片 打算和军火商交易 只要验证公事是正确的 三千亿含元就全部归老金所有 片刻之后 研究所专家却告诉士轩二人 这不是化学武器的公事 而是一种新型微生物的结构公事 只是和化学武器很相似而已 这种微生物经过改造 可以极大的提高 荞麦的产量和存活率 有了他 北边的饥荒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才是朴会长送给北边的礼物 这边 老金也被军火商给赶了下来 在得知不是化学武器 老金把怒火 全部发泄到了二把手的身上 当初正是二把手 给了他错误的情报 这才令他危言草地 朴会长意思 二把手成为了集团的继承人 老金让他准备三百亿作为补偿 回到情报局 老金立刻召开记者发布会 将他伪造的证据公布与众 可是没有想到 东哲义高人胆大 敢独闯情报局总部 东哲只想逼问老金 他女儿的下落 老金却冷笑连连 料听东哲为了找女儿 不肯杀他 东哲大怒 打费了他一条腿 此时 杀手趁机偷袭 老金趁机逃跑 却被赶来的士兴 堵住了去路 与此同时 赶到楼下的小崔 聚集了所有的记者 开始曝光了老金的犯罪证据 东哲扣住了老金的脖子 再次逼问他女儿的下落 老金只是亲密地告诉他 你的女儿早就死了 东哲瞬间情绪失控 打算掐死他 老金按下了开关 身后的窗帘 瞬间打开 对面全是狙击手 同时向东哲开枪 他连忙躲避 蓝雪失去了反制的机会 老金得意洋洋 他爬到了如今的位置 早就买同了上头的领导 那些人 都是他的护身符 想要杀他 根本就是做梦 眼看老金嚣张至极 身后的士薰却走了上来 他把手里的枪交给了东哲 东哲没有犹豫 一声枪响 老金应声倒地 东哲任由士薰戴上了手铐 压上了警车 临走前 副官递过来一张纸条 士薰扔给了东哲 展开一看 上面是人贩子的地址 然后 士薰把车停到了路边 说自己去买烟 还别有深意的 让他不要逃走 反身回来时 车里只剩下一副手铐 士薰会心一笑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东哲根据地址 来到了一片麦田 一群孩子在这里做苦力 他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女孩 虽然他与女儿从未谋面 但是骨肉亲情让他知道 这就是他的女儿 女儿也在三次回头后 认出了父亲 这次影片结束